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今次讲讲台湾地区的事情 台湾地区这几天为三个字来说就是神主牌 究竟是什么神主牌呢? 当然我也说过 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男鹿,除了是深鹿的人之外 其实台湾大多数人 对于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刚折口音很重的蒋经郭先生 依然是充满敬意的 所以蔡英文真是聪明的 我们是要公事公非 你不要因为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而看少他 什么都说他差 他这一刻 是我这么说 蔡英文 虽然他下次没得选 但是 如果他民进党走回蔡英文路线 好像他这样抢了 国民党这些神主牌 其实国民党永远都没得赢 当然啦 蔡英文就有一件事 就是之前说中华民国 台湾引好 他死都要赶着台湾 现在再次出招了 我们看到近来 以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小长蒋经郭 他提出了新的历史观 不单止 辅助会有大动作 与民间合办音乐会 想不到 一个六型的民进党人 居然开怀念掌经国的音乐会 而且蔡英文更加亲自出席 经国七海文化圆区的开幕致辞 大家知道 他也挺聪明的 居然与马英九同场 大家都是笑口试试 当然政治人物就是这样 有一点虚伪 说真的 民进党是步步进逼的 争取 应该是在抢 中国国民党 这个神主牌 而且令到 南营很多人士 觉得 其实 都可以投资他们 以前他对 两长不尊敬 但现在他对掌经国很尊敬 现在台湾亦都说 这个是高招 就可以 连南营的基本盘 都可以分裂 你想想 连小必先外公外婆 新南 他都说 这样也做得挺好 起码没有那么讨厌他 起码不讨厌蔡英文 先 另外 包括 年底在内的日后 选举 奠定了胜利基础 南营媒体都说 他赢了 今年因为 你连国民党的神主派 掌经国 你都抢了 是吗 其实 2019年元旦的时候 他已经抛出了 中华民国台湾 引号 这个名称 当时也遭受到一些 蓝营的人就说 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 引号 为什么还交到台湾呢 最搞笑的是借学上市 那些人说 是借中华民国引号 之后令台湾这个名词上市 是的 真是聪明的 于是 国民党就不断高涵 创党的国父孙中山 我的同乡 孙中山 才是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 中华民国引号 亦希望唤醒大家 这块 金七招牌的 纪念 这些就是 国民党的历史资产 但是 效果 十分不好 因为孙中山离我们太远了 令到台湾人有这样的 只有掌经国 虽然有些年轻 都是 小长 走的时候有些年轻未出生 但是 起码不讨厌他 对他们来说 孙中山离他们太远了 还有 以前的 台湾地区教科书 有些是改了 但是对于小长的东西 改得不到 依然对小长有一份敬意 近几年 越来越多 经历民进党 去中国化课纲的教育人士 逐渐有投票权 亦会进一步削弱 国民党的基本盘 民进党 依然 是步步进逼的 你想想 可能讲讲讲 其实掌经国之前 之前的民进党也可能改了 所以看到退赴会前阵 的时间 掌经国世世纪念日 举行 音乐会 定调是什么 他也很精彩 就是定调 我们是南绿和解的内部与团结 其实等于 用台湾媒体说 吃了国民党的豆腐 因为掌经国是国民党人 要国民党 去反思 怎样才可以学回掌经国 他还搞笑 他说 他是 民进党的 叫国民党 你们反思一下 要学掌经国 拿了神主牌 还拿了神主牌 掌经国是反共 革新和保台的 其实 掌经国全民都曾经 想接受这一国两制 之前 有些书籍这样说 现在 蔡英文更加亲自参加掌经国 生前故居 的开幕典礼 并且到场致辞 大力打掌经国牌 绝非是 蔡政府的政治信仰有改变 其实 想着 蠶色 国民党的一些选票 连 蓝营群中 最后连结的 一条感情 最先 就是掌经国 他也要赢了 我们也看到 虽然 这个促进 促进 正义转型会 他也说 要求 台北市政府必须 改这个 经国 圆区的名字 就好像 表面上打脸 蔡政府 但是 你没力 你没力 你只有一个港字 最后其实蔡英文手段是有的 这个真心地说 在选举成征的 民进党的 选战当中 其实 这个 抢国民党神主派 就是抢 掌击国派 是他们部署的一部分 大家也看得出 老实说 有些独派就出来说 这样不行 不过 蔡英文 有办法压制这些独派 你想想 乃清德就是独派 最后他的灯 不想带位 因为蔡英文也知道 一个纯的独派 是做不到台湾地区领导人 是做不到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选举时候 我们看到 只要令到一批人 没有那么讨厌民进党 因为有些叫做讨厌票 或者叫做 say no的选票 那些人出来投票 民进党就赢了 是吧 最尴尬最无用的 当然是国民党 面对神主派 全部被 民进党抢走 无力反击 亦都无能力反击 如果 如果是聪明的话 究竟怎样可以用回 掌经国这条路线 没有 因为掌经国 不会像这班公子哥儿 掌经国是大刀闊库 但是大刀闊库 其实掌经国很有手段 这是现实 也不是只有港字 掌经国执行能力很强 不像这些师傅 只有港字 真的 所以 我觉得 现在 选举的话 不用说了 国民党肯定 可能补到一些地方 但是 你说 会不会 有翻转的现象 这座人生 台湾都整人说 逆转性 没有机会了 蔡英文在开幕池上 掌经国总统曾经说过 他引述 我引述他 中华民国之所以能生存 是因为坚决反共 他坚定保台 这个就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他现在全部用掌经国来打你念 资深媒体人Dian Chiu 小BC 外婆最最看他的节目 蔡英文短短的致辞当中 已经将掌经国 塑造成 抗中保台的 引号 先行者和实践人士 我蔡英文就是掌经国真真正正的接班人 而不是你们国民党 多厉害 连国民党最后的资产 蔡英国这块牌也抢了 Ean Chiu 也说 蔡英文参加这个仪式 有三重含义 引起来 其实 蔡英文始终 就跟人家说 我就是真真正正正 因为张经国的继承者 这个真是真真真厉害 你们为什么回不了共 而且他有一招 就是把 蓝營 就是 国民党 蝙虹 就说 你们根本不是蒋经国的继承者 我才是 蒋经国这么反共 为什么你们经常跟共产党在一起 这个是屈国民党而已 当然他的舆论机是旧的 另外 借着经国圆区的揭幕 蔡英文也向习近平说 蒋经国一生都反共 二照更高明 他就说 为什么你老共不敢说 蒋经国是台独 当然台独不是蒋经国说了算 也不是蔡英文说了算 更不要忘记 两岸用兵的时候 就是蒋经国一手促成 蒋经国也没有改了中华民国国号引号 所以大家应该尊重蒋经国 尊重蒋经国就应该拥护我蔡英文 哇 这些很厉害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蔡英文将两掌分开处理 其实对于老掌 他一面鼓励转型正义 这样就可以安抚一批独派和深陆的人士 但是对于蒋经国 就是蒋经国的概缘区 他不单只稳住了鹿营的支持者 因为他搅拌老掌那些 但是对于蒋经国 他是不会这样 他也可以颠覆了蓝营支持者的认知 就觉得原来这个小英也挺懂得做人 经国先生他也没有对他父亲 这样搞得那么大事 而且好像很尊敬他 我们看看 其实独派的抗议性 就是对于帮小长 即是蒋经国 在这个纪念园 是小声很多的 以及国民党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现在看到蔡英文的手段非常厉害 他将蓝、绿、白都可以吸取一些选票 现在我们看到 从双十节 有这个清天白日满地豪飞过上空 退赴会举行纪念掌经国音乐会 更加发表了掌经国六大贡献声明 而且蔡英文还亲自到京国圆区开幕式支持 蔡英文铺陈出来的这条思路非常清晰 就是用抗中保台 塑造蔣经国的形象 然后自己也是抗中保台 引好抗中保台的引述他 自己才是蔣经国真正的继承者 不是你们蓝营的人 石上就抢了蓝营的选票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连蔣经国这块神主牌也被人抢了 国民党还剩下什么呢 国民党是有的 这是现实的 但是我觉得 真心秘说是不用选 所以蔣晚安不敢出来选也正常的 因为 一选之后 如果选不到 政治生涯就沉下了 当然了 我们之前说 其实苏貞昌和蔡英文是有 不对的 重厂经国这回事 但是 你又可以觉得 大马长你们 亦可以这样看 是 一个唱黑一个唱罢 因为苏貞昌说 不要忘记独裁者过去做过的坏事 嗯 那会否苏貞昌就是安抚心禄 和那批独派呢 蔡英文就尽量吸 一些浅男和白色力量呢 白色的票呢 都可以的 都可以这样说 没错 所以呢 大家看看他们呢 唉 一到选举 国民党就真的不够混进党玩的 差得太远太远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